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运用五大法宝 菩萨帮我很快治愈带状泡疹 在15天之前一个早上 起来发现胸部下面有一个块 痒痒的 麻麻的 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我去大医院看皮肤科 医生诊断没啥问题 叫我回来好了 其实我也不痛 不难受 吃得下 睡得着 也不去管那个块了 这样过了一星期 那个块边上起痒难受 还出现了小痘痘 自己有种预感 生带状泡疹了 我换了另一家医院去看 诊断确实是带状泡疹 医生帮我开了药 还有打针 还嘱咐我 接下来几天很难受 又痛又痒 我回到家看了师父的开示 说生带状泡疹 主要是之前杀生引起的 因为我在学佛之前吃了不少活的海鲜 这是杀生的果报 现在受报了 于是我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 给药经者念诵21章一波 一共三波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1000条和寄予 念诵礼佛大畅尾文49遍 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消除皮肤上的业障 我边上的人一听我生这个病 都说这个病很痛苦 又痛又痒 很难受 可是我一点都不痛就是有点痒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菩萨的保佑 今天是第15天了 我的这个带状泡疹好了 我很庆幸闻到了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 有病痛业障来时 通过我们的武达法宝 帮我减少了痛苦 并很快消除了野障 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 我一定要好好修 不造心业 我还要现身说法 去告诉身边的有缘众生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许完愿照着做 妈妈身体痊愈了 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跟师兄们分享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无比殊胜 灵验的势力 母亲今年77岁观节 每天腰疼起床也难 翻身也难 且一个星期大便都没有 也有用药可不见效 我想她这里是有药经者了 何不用观世音菩萨的法宝来医治呢 我恭请观世音菩萨向菩萨许愿 一 祈求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母亲 帮助她消除腰部的业障 让她身体早日康复 二 为母亲给药经者念第一波小房子49章 当天放甲鱼49支 小房子三个月内会尽快完成的 三 母亲身体痊愈后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的书圣灵验 许完愿便照着做 当第一波49章小房子画完 又许了200条鱼和第二波108章小房子 鱼已放完 小房子完成一部分 同时我把2019年有八个月左右 吃全素的功德也转给了母亲 我也很感恩二姐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帮助 母亲现在腰好了 上厕所也正常了 现在精神状态很好 每天都在听师父的法会开示 也在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母亲现在也开悟开智慧了 法喜充满 以上是我的真实分享 希望能够度到更多有缘众生 学佛念经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离苦 得乐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 师父也就是跟你们讲 希望你们大家要好好努力 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 不要等到自己生病了 自己生癌症了 自己没人救的时候 才来找师父 希望你们平时就要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平时就好好度人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能够改变自己 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 要记住了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还要好 有菩萨保佑的人 就是有福气的人 能够闻到佛法的人 那这个人 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昨天菩萨已经给你们撒干露了 已经给了你们很多的加持了 师父现在跟你们讲 实际上也是在给你们加持 你们这些孩子要记住了 心中要有佛 你就会得到菩萨的心佛合一 一定要懂得心中要有佛 像菩萨一样活着的人 那是一个大无畏的人 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希望你们一定要有智慧地活着 你才不会去寻死 你才不会去让自己废掉这个人生 因为人的命只有一条 但是会命更重要 有了你的生命 但是没有会命 你也活不了 就像很多植物人一样 他有生命 但是他没有会命 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好好的学博修行 菩萨在看着我们 天上都在看着我们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懂得爱国爱民 要遵纪守法 要懂得慈悲心比什么都重要 要多懂一点佛法 多懂一点文化 让自己的心能够跟菩萨在一起 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教育好自己所有的小辈 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才能让中华文化传承 才能让佛教的精髓在弘扬 希望你们好好地努力 师父最开心的就是心灵法门 80%都是年轻人 希望你们能够传承下去 世世代代地传承佛法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法洗它是有气息 还有呼吸 法洗的呼吸是很慢的 当一个充满法洗的人讲话时 是很有哲理的 呼吸是平均的 气息是很顺畅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